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我们要把他们 校长 政委 何令长 在给同志们上课呢 同志们早就按捺不住了 就想上前线打鬼子 我给他们讲一讲论持久战的道理 那怎么样 大家现在听明白没有 明白什么呀 要不是我压着早就急了 不过也好 多认识几个字呢 你这样做很对呀 咱们不光要打胜仗 思想政治工作也得抓好啊 同志们 解散吧 来 徐云来这说 冬铭 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咱们马上就要去前线了 这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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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上级的命令 由我和康政委 带领你们连部 还有团部的其他同志 请往华北地区 支援当地的抗日根据地建设 这个好 这个好 总算可以打鬼子了 在这里我可要提醒大家 咱们上前线可不光是为了打鬼子 最主要的 还是要发展当地的抗日武装 你们想啊 沦陷去那么多老百姓 咱们是有把他们统统的发动起来 大家团结一致 共同抗日 咱们的抗日战争 才能取得最后的生命 这也是毛主席论十九战里 重要的方针政策 何多明同志 在上级的讨论之下 你到了根据地之后 由连长升为营长 什么 头长 我又没有立功表现 怎么突然之间升我做营长了 你还别不乐意啊 这实际上是给你的任务 虽然你的职位升为营长 但是你的编制人数还是这些人 部队现在没有条件给你扩充兵力 你呀 等到了华北以后 要发挥自己的优势 积极吸收 发展当地的抗日武装力量 扩大自己的编制 达到甚至超过一个正常营的编制人数 同时 你还要为新来的同志 配备必要的枪支和弹药 这个 也得你自己想办 咱们这个就叫做 自己动手 封衣足食 这个倒挺稀奇的 怎么 有困难 没有 就算是有困难 我也会想办法自己解决 只是 只是什么 万一我收不住 扩充到一个团怎么办 那你也只是营长 否则 这么多根基地 那不是全乱套吗 老康啊 我看 这个倒是值得鼓励 你要是真能够把自己的编制 自行扩大到一个团的级别 我就把团长的位置让给你 可算来了 感谢你们来到华北地区 支援建设革命根基地啊 一路上辛苦了 参谋长不必客气 你们在地方上 发展民兵民传武装力量 更是辛苦呀 我们坐下说 坐下说 来来来来来 来 这边坐 来 我先把根基地的情况 和大家说一下 眼下 我们正处于最艰难的时期 敌人对根基地实行了封锁 武器和药品通通运不进来 就连吃的食盐都被扣下 以往 我们还有盐帮的支持 通过河道 把东西运过来 可自从日军武力侵占天津之后 大力扶持当内的 亲日帮会 码头帮 盐帮遭遇到严重的打压 能运居来的东西 越来越少 几乎要断了这条河道 天津地区帮会复杂 如果不能打通这条 和尚运输交通线 咱们的根基地建设 就会被饿死在摇篮里 我们地方武装 也组组过一些 打通交通线的战斗 但是因为武器装备差 只能组织一些 小规模的偷袭 打打伪军 从他们手里抢些物资 弄的东西不多 人员伤亡不少 总体上不划算 何医长 我看这天津河北北平交界一带 就交给你命负责了 先要想办法留在这里 再想办法扎根下来 就像一个钉子钉在这儿 招谱新兵扩大 同时组织民兵打鬼子 从鬼子手中抢夺物资 支援整个花北地区的 根据地建设 没问题 我是北平人 在天津也待过 这一带的地区我都熟悉 这个任务交给我 非常合适 何医长刚到 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 我们地方组织 尽量会满足您的要求 好 有什么情况 我会随时汇报 好 好 那接下来 我把组织上 对咱们团 在这一片的具体安排 还给大家说一说 知道怎么说 怎么打 找什么急呀 算了 我们的任务呢 是要打通根据地的生命线 为日后啊 我们根据地的发展 做出贡献 所以呢 这个任务非常重要 你说怎么打我们听你的 对 现在啊 我们根据地的和尚交通线 被鬼子给掐断了 变成了他们的物资弹药运输线 我们的任务 就是要把整个全拧过来 切断鬼子的运输线 变成我们的物资供应站 林长 你说这话 我 我不太明白 意思就是 我们就扎在这儿不走了 抢小鬼子的东西 变成我们的东西 把他们的地盘 变成我们的地盘 懂了吗 懂了 就是跟他们呗 赶紧回去准备 所以我们先去天津和盐帮会合 行行行行 天大哥 我们兄弟 咱们进去说 好 天大哥 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 我们也交战过几次 但因武器弹药 各方面都不充分 所以 东西也被马头帮抢走不上 马头帮 是啊 盐帮现在大船都已经丢失了 手下兄弟就是我们几十人了 我们现在呀 偷偷摸摸的干点小生意还行 基本上 算失去在天津的地位了 汪赵兰还在马头帮吗 他现在做的 可是马头帮的头一把交易 马头帮大大小小的事务 都由他来处理 他那个干爹张世瑶 早就成了鬼子的门下口 那就是说 日本人的物资 一直是由马头帮来押运的 是啊 林长 就咱们这几个人 要打通这条河道 恐怕得回去拉救兵吧 就算咱们搬来救兵 凭咱们这点实力 我们也不可能长久地 占据这条河道 那河兄弟的意思 抢 抢 二爷 您的意思是 从小鬼子嘴巴里面抢肉吃 明晚小鬼子倒是有一大批货行运往华北 但是上面都是马头帮的人负责押运 况且还有日军联合看管 我们很难得少 有一句老话叫灯下黑 越是最危险的地方 他们越疏于防范 他们绝对想不到 我们敢去结他们的活 今天晚上咱们好好休息 养精续水 明晚夜袭马头帮我 再加拿一封 再加拿一封 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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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看你了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样 都没事了 没事 没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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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天津运河下游后 达拉上来几具日本兵的尸体 他们 说 他们都是被割喉而死 达拉上来的时候 衣服被拔光 痴神落地 混蛋 哎 这个汪兆兰 到底是干什么吃的 我怀疑他 联合中国人 背叛我们 不是的 汪兆兰没有这个必要 你怎么能知道 汪兆兰是马头帮的堂主 也是张世耀的意思 马头帮现在跟我们大日本帝国合作 是利益共同体 这么做 百汉无一例 这个张世耀自从当了黄邪君以后 就天天给我们耍心机 对推动无省自治 没有起到丝毫的作用 如今 用他们的马头押运武资 非但没有顺利的交接 反而 把我们东西给搞丢了 如今的华北 简直是一团糟 告诉汪兆兰 现在三日之内 把我的物资追回来 是 我们应该找一个好控制的 兼统管全局的人 来当这个黄邪君总司令 兼统林马头帮 谁 汪兆兰 那张世耀呢 这个不安排 干什么呢 告诉你们大哥 他二哥来看他 二当家 这日本人就给咱们三天时间 叫我们把东西给追回来 这东西是在马头丢的 就算小日本不说 我也必须给找回来 不用找了 昨天网上那批货是我结的 你要找的人是我 原来是你爷 如果你还甘心 继续做日本人的走口 尽管来找我 赶紧 你找我 今天晚上黑鸟找我谈判 你跟我去一趟 嗯 记住 见机行事 不行就做了他 明白 要不要多带点兄弟 此事不宜人多 就我们两个吧 知道 坐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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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鸟先生 这么晚 约我上这么偏僻的地方 不知有何贵干哪 张司令 你如今已是我大日本帝国的 黄邪君司令 以后要听我们的吩咐 我有两个条件 一 你们码头帮所有的弟兄 要听我们的指挥 二 以后生意上的利润 我们占九成 我不能答应 张岚 嗯 送黑鸟先生回家 别伤害我姑娘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 只要张时要活着 你就永远只能是个二当家 在张小姐面前 你也只能乖乖地当个上门女婿 黄先生 就算你不做 我们迟早也会找别人做 但等我们有了别的合适人选 恐怕以后你在马头帮的地位 就保不住了 毕竟 能够亲手除掉张时尧的人 我们才敢放心地 把马头帮交给她 你不做了 你们是不是对自己的实力 太高估了呀 王先生 整个天津都已是我 大日本帝国的军事占领区 这么显然的事实 你就不要再自欺欺人了 好 就算我杀了张时尧 你怎么就确定 我一定会听你们的 我们相信你的野心 你从来都不是一个 甘据人下之人 除掉张时尧去而代之 恐怕在你心中 已经磨坏已久了吧 只是爱与张小姐 英雄做事莫要支出 一旦犹豫了大号的机会 就白白溜走了 当我们有了合适人选 那时候你人才两师 岂不可惜 再说了 离开了马头帮 你认为张小姐 会喜欢上你这个山太老 这个你放心 为了我兄弟 我是绝对不会 离开马头帮的 不管你因为什么 你是答应的 不是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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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